这个男人剑法出神入化 景平一招独孤九剑便击下了八名黑衣高手的眼睛 救下伪君子岳不群后 身受重伤的林狐冲也晕了过去 次日清晨 当令狐冲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已在庙堂 而等待他的并不是关心与照顾 岳不群便对林狐冲做出指责后 林平芝提议 邀请他们去镇上的外祖母家 于是在林平芝的带领下 来到了洛阳的金刀王家 看着院内竖着一把四十米长的黄金宝刀 就知道王府的财力堪比一座城池 林平芝说自己的父母在临终前 将剑谱的位置告诉了林狐冲 林平芝说大师兄的为人非常不错 只是他最近的武功突飞猛进 昨晚他仅凭一招就刺杀了众多黑衣高手的眼睛 金刀门少主听后便认为 辟邪剑谱被林狐冲拿走了 不会吧 大师兄不是那样的人 少主告诉林平芝 人心格肚皮 任何事都得多留个心眼 次日清晨 金刀门少主冲了上来 就跟林狐冲打了起来 身体虚弱的林狐冲没过几招就被一掌击退 请问林狐师兄武功高强 十分英勇 就想切脱一下 莫怪莫怪啊 没事 大家我问 他前来的目的就是质问林狐冲 林震南夫妇死前遗留下来的辟邪剑谱 为什么迟迟不肯归还给林平芝 怪不得师父师年和众师弟师妹 不敢借我救了他们的幸福 反而人人大有一计之意 我始终不明白是什么缘故 原来他们都镇定是我拿了林震南的辟邪剑谱 林狐冲便告诉他 林震南夫妇的林忠一言早已传达给了林平芝 可当时的林平芝根本不知道 那就是祖传的辟邪剑谱 而眼前的少主根本不信 硬是在林狐冲身上全身搜索 果然还真收到一本书 荆刀门主看后以为这就是辟邪剑谱 林狐冲听后真是可笑 这难道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吗 于是林狐冲便告诉师娘 这明明是一本秦谱 可王家人目不识钉 硬要把他说成是剑谱 这可是天大的笑话 为了证明这本曲谱不是辟邪剑谱 需要找一位精通英律的人来做鉴定 随后他们来到了东城竹林 找到了绿竹翁先生的住处 林狐冲毕恭毕敬地对绿竹翁说 此时绿竹翁看见林狐冲颇颇有诚意 便决定帮他 等他接过曲谱翻阅时 王源爸便问道 这曲谱会不会是武功秘籍 以此达到掩人耳目 绿竹翁听后一脸鄙视地笑了起来 随后他向众人演奏这本曲谱里的《笑傲江湖》 可是这首曲难度极高 绿竹翁也未能演奏出效果 于是他决定让姑姑亲自演奏这本曲谱的音乐 由于这首曲在《笑傲江湖》里十分经典 今天就让大家欣赏一下 随后绿竹翁拿着曲谱走出来告诉大家 这的确是本曲谱而且音律精妙 世间少有最好不要落入俗人之手 不然的话就玷污神物 王源爸知道自己误会了灵狐冲 便虚伪地向灵狐冲道歉 可灵狐冲还没开口 伪君子月步群便替灵狐冲原谅了王源爸 并主动提议 一起打道回府 而被众人误会的灵狐冲 也不想看见那些人的嘴脸 于是便留了下来感谢绿竹翁 并把笑傲江湖曲谱 送给了屋里绿竹翁的姑姑 而这位姑姑就是日月神娇的圣姑任盈盈 此时任盈盈看出灵狐冲身受重伤 便为灵狐冲把脉后得知 灵狐冲的伤势自己也无法完全根治 于是他们闲聊自己的心事 这时灵狐冲内伤突然复发 快扶他盘膝打坐 好 你能不能挂点 伤势好转的灵狐冲 便向任盈盈学琴 时间匆匆一过 几日后 岳不群等人准备前往福州 灵狐冲只能来和盈盈道别 离别时盈盈为他谈最后一曲 当琴声谈完时 盈盈流下了离别的眼泪 可能在最近几天的相处 让他也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灵狐冲 出发时绿竹翁叫住了灵狐冲 并送上了一把情和清新普善咒的曲谱 保重 前辈 你也保重 你叫我什么 前辈 前辈 以后不要再叫我前辈了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那我该叫你什么 我总不能直接叫你绿竹翁吧 这怎么行 就是啊 叫我小翁 小翁 或者小翁翁 都可以 而旁边的王仲强 一直对绿竹翁看不顺眼 于是绿竹翁经过他身边时 突然出手偷袭 这天岳不群跟宁女侠在大街上约会 岳不群给宁女侠挑选香囊时 突然一神秘女子顺走岳不群的配件 怎料被岳不群当场发现 女子二话不说直接反手一掌 好狠心的女子 不料这女子也是个狠角色 拿出长鞭直接对着岳不群抽打 可岳不群也不是卵柿子 空手直接使出紫霞神功秒拜女子 并伸手索药解药 女子知道今天碰上硬茶 于是就把解药扔给了岳不群 宁女侠便问女子 为什么要打这把剑的主意 女子知道自己打不过 只能说出自己凄惨的命运 原来这名女子叫岚凤凰 因为自己长得奇丑无比 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娶她 就连我们隔壁村的老光棍都嫌弃 曾有一位名神医对她说 不但可以帮我去掉脸上的红斑 还可以帮我再造熔岩 这世间 竟有精通如此神奇医术的人 这个人 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杀人名医 平一指 原来是她 原来平一指的医术举世无双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没有她就不活的人 而这人脾气古怪 只要她救了一人 就必须要杀一个来抵数 她才有了杀人名医的称号 另外 平代我说了 我长得实在太丑了 她在施展手术的时候 难免觉得有点恶心 所以特地破例一次 只需要找到六把名剑 就为她手术 可林平之认为 南凤凰是个江湖骗子 所以才编故事来骗人 南凤凰慢慢起身 在林平之身上轻轻一点 林平之身后便出现 众多毒虫爬出 正当大家清理毒虫时 南凤凰趁机拿剑后溜走 便把第六把剑交给了平一指 平一指如约地为她准备手术 在我施术之后 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 然后端给她了一碗麻醉药 没想到只喝了一小口 蓝凤凰便昏死了过去 而此时岳不群和宁女侠尾 随南凤凰来到此地 他们在外面小心翼翼地偷看 只见平一指一掌 打在蓝凤凰的头上 昏迷的蓝凤凰瞬间清醒 此等内力就连岳不群都叹为观止 来着何人 在下华山岳不群 今日得见杀人名医的神妙医术 真是佩服万分 平一指一听华山派 态度立刻大变显得特别高兴 岳不群还以为 自己在江湖中的名声在外 可下一秒 平一指盲问灵狐冲来了没有 小徒灵狐并未随形 既然灵狐公子没有一同前来 那改日 我亲自去拜访也就是了 二位 我送 哼 岳不群即使回到了客栈 还在升起 没想到堂堂华山派的掌门岳不群 竟会跟徒弟争风吃醋 师父 这天杀人名医平一指带着蓝凤凰来到客栈直接找灵狐冲 对众人视而不见 一向爱面子的岳不群恨得咬牙切齿 平一指仅用一根小纸为灵狐冲浩卖 便得知灵狐冲屡次与人打架 导致体内的五脏六腑严重受损 这倒不难就止 但体内的六股真气互相重撞顽固不化 非真酒要是所能奏效 因为灵狐冲知道平一指就一人杀一人的规矩 不错 确实有这个规矩 平一指大笑地站了起来说道 你的重病还没找到救治的方法 就算治好了也有人替我去杀人 什么人这么大面子 居然请得动杀人名医 平一指虽然现在治不好 但要回去研究 百日之内定能想出治好的方法 并拿出十粒正气安神丸 每十天吃一粒 正好百日 灵狐冲豪气云天地将生死置之度外 让平一指把药留给别人 自己多活十日八日也无差别 随后平一指把药给了南凤凰 并让南凤凰留下来照顾灵狐冲 平一指威胁地告诉南凤凰 百日之后他还需再次为南凤凰整容 临走时将南凤凰偷越不群的剑给刘夏 要求还给岳不群 但这一切都是看在灵狐冲的面子上 平一指交代了所有时候 便拜别了灵狐冲 能找到治好你的方法 我立马会快马追上你 南凤凰建平一直走后便开启了舔狗模式 毫无礼数地将剑还给岳不群 这让岳不群十分生气 自己的面子根本不及灵狐冲的百分之一 次日清晨 华山众弟子来到一处街道上 一个男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他叫司马大 又指名道姓地找灵狐冲 这让岳不群的面子十分挂不住 司马大傻笑地走在岳不群的面前 原来他得知岳不群今天到来 特意准备八坛成年好酒 希望岳不群赏脸收下 岳不群来者不惧地谢过司马大 当他走后岳不群又生一肚子闷气 随后众人来到酒楼吃饭 岳不群与兰凤凰喝着别人所增美酒 恰巧另一桌的老者只闻到了酒香 便知道这坛酒是珍藏了62年的珍品粉酒 这让岳不群十分佩服 并邀请老者一同饮酒 原来他叫祖千秋 两位爱酒人士相聊甚欢 于是他们端着大碗一饮而尽 祖千秋嫌弃地说道 喝好酒要有好的酒觉 如果用此等大碗 这实在是对酒的一种亵渎 于是便拿出八个名贵酒杯 倒满八杯美酒让林狐冲喝下 林狐冲毫不客气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于是便说此酒的味道很是奇怪 祖千秋便告诉林狐冲 此杯乃是饮酒之宝 喝完第一杯绝不敢再喝第二杯 能连饮八杯酒 至今尚无一人 林狐冲一听直接连饮八杯 当祖千秋夸赞他时 林狐冲便开始流鼻血 这天祖千秋为了治好林狐冲的内伤 成功诱骗让他喝下八杯美酒 而这八杯美酒里的续命八碗 正是祖千秋好兄弟的 等胖子闻声赶来 祖千秋已从前门溜走 而他来的目的就是让祖千秋还他补药 蓝凤凰看见情形不对 连忙上前询问胖大叔 蓝凤凰对胖子说祖千秋刚走你就来了 此时的胖子突然闻到了什么 连忙走到林狐冲面前 于是快速趴在地上 从下慢慢往上闻 林狐冲下的连忙用双手捂住自己的重要部位 胖子也慢慢站起身来继续往上闻 此时的林狐冲心里早已慌得不知所措 当他们只有0.01米的时候 胖子突然停住 咬牙切齿地说到你的身上怎么会有我的药味 此时的林狐冲还被蒙在鼓里 什么药味 我们在喝酒 喝酒 用什么喝的 我祖大哥的八只杯子哦 胖子已确定不要被林狐冲喝得干干净净 他低头痛哭流涕 为了救好自己的女儿 苦苦炼制了12年的续命八丸 如今被林狐冲稀里糊涂地荡酒喝了 气得胖子完全失去理智 于是迅速地离开 此时的众人一脸疑惑 到了晚上 林狐冲带着师弟在院子里巡逻 后面突然传来声音 二人连忙转过身来 师弟直接被一个圆球打飞 还没反应过来时直接被套住 几个弹跳直接飞走了 胖子也把林狐冲扛到了自己的住宠 便开始质问林狐冲 祖千秋为什么要背叛我也要去帮你 林狐冲说自己跟他只是萍水相逢 对续命八丸毫不知情 胖子对林狐冲说道 既然你已经喝下了我的药 现在我就死马当作活马医 药缸喝下去 血里上有药力 喝你的血也是一样的 于是胖子就把重病在身的女儿推了出来 当女儿得知为了治好自己 并只能喝她的血 心地善良的她怎么可能伤害别人来救自己 而此时的胖子早已不管那么多 拿着小刀准备对林狐冲放写实 祖千秋突然开门制止了胖子 祖千秋 你还用力来见我 连忙走到胖子耳边轻轻地说 他就是圣姑心心念念的林狐冲 胖子听后直接愣住了 未曾想到你跟我们的大恩人有这么深厚的渊源 此时的林狐冲一脸疑惑 便质问他们是谁在背后帮她 祖千秋却说既然你都不知道 那我们更不能说了 林狐冲没办法只能点住他们的穴道 随后晃晃悠悠走进了姑娘的闺房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这样